大家好,欢迎回到军功开幕,就是我们军武器业和科学新支Crossover的新节目 大家应该还记得我们这个节目了,所以我们今天军功开幕呢 那我们今天的题目呢,都刚好是这个时事,就是说的乙巴或者乙虾战争里面 大家也在这个战争有见识过以色列临临种种的武器 我想对大家最深印象的其中一个呢,我们讲的就是Iron Dome 就是这个铁穹系统,大家的印象应该都相当深刻 但是除了铁穹系统之外呢,近期又有些新闻洩露出来 就是说以色列在测试着另外的武器,而似乎已经是相当成熟的 那这个武器的名字呢,又跟Iron Dome有些渊源的,它叫做Iron Beam 就是我们讲的那些光束,一束束的东西 那所以,如果你真的要铁穹叫,你可以叫做铁束 就是假设这样叫,铁条也可以的,你喜欢叫的 铁束呢,就是这个武器呢,它那个Beam是指什么呢? 就是我们常说的Laser Beam 那就是说它是一个高度集中的激光去攻击一些比较轻型的武器 就是以暂时的功力来计 那甚至乎那个测试很成功,是不是真的 以色列就会配备这一种武器,那将来就包括我们讲哈马斯 甚至乎其他,就是恐怖组织,其他的组织 就是如果对以色列的承受的攻击呢 轻型的武器攻击呢,似乎这个Iron Beam 是会很帮到手的,但当然也有些我们叫做踢爆的情况 就是说,喂,其实没有这些东西的 或者是技术也都未成熟到以色列的军方 即刻就采用,那所以其实实情是怎么样呢? 那所以我们今天就和大家分析一下 那大家在开始之前,大家记得帮助给like 还有记得免费订阅,包括军武器言 和和科学生之的两个频道 好,那我们先和陈博士打个招呼 陈博士你好 是,Larry你好,大家好 那我真的说起这个Iron Beam 之前你有分享的消息和我们去说 那我看到,我开始觉得好像挺兴奋 虽然我又不太收到我们军事那边的消息 也说有多厉害,但是呢 就真的有些人的fact check 就说,喂,其实没有这些东西 但问题就这样了,陈博士 其实我们一直有见呢 那间公司呢 那间就是军事的公司呢,它一直去做呢 其实那测试一直都在做的 那测试一直看起来 那测试一直看起来的进度也都不是差 但是它现在说,喂,没有这样的事呢 就是如果fact check的字 其实是纯粹是没有投入去到 就是真正那个实战阶段的使用 还是你觉得在那个科学原理上面 可不可以行呢? 就是一个就是科学原理 一个就是放进去那个实用的阶段上面 有没有说哪一部分出了问题 所以搞到现在要踢爆它 其实没有的,这件事情呢 这样说吧,你看回整个激光武器的历史呢 我们先前有些截数都稍微去提过一下的 你数回现全这个世界上 声称自己拥有激光去帮你去折击一些技术的 一些技术的国家有哪几个 美国有的,然后中国也都有的 另外呢就是德国也都在它的艦艇配备了激光 现在就算是英国都在说的 未来就是将它的那个防空系统高度激光化 另外我们也有提过就是 如果真正已经在这个国家装备了一定的激光系统 来去做防卫呢? 其实以色列是有的 我还记得还提过呢 以色列是那套激光系统 用来打一些比较慢的东西 就是可能是一些无人机啊 甚至乎是气球啊,慢到这样而已 因为无人机的那个速度的范围可以很阔的 你是纯粹四个螺旋线叶那些 还是真的整个飞机形状那些无人机 那它们就是都有引入这个激光系统 来帮我们做防卫 就是这样的 那也都如果看回近这十几年的历史 你如果找回那些激光折击的测试呢 在201X年的时候 已经你看到这些这样的新闻 那到今时今日是越来越多这些测试 甚至乎呢 我会说呢 今年这个 尤其是2023年呢 你会发觉那个消息和那个技术 是慢慢走向成熟的层面的了 那你会看到在几个礼拜前 德国宣称了他们的艦艇上面 会配备了一些的激光 然后在一些这样的军事的展览里面 英国将他们那套系统 那个模型摆了出来 他就说在未来十年的计划里面 都会在他们的防空系统大量使用这些东西的了 更加不要说就是中国和美国的那堆测试 以及以色列都有做测试 甚至乎在一个比较小的范围里面去使用 那可以说了 今年我会说这个2023就是 很多的激光武器真的由测试进入实际应用一个 很关键的年份 再加上就是因为这个 就是在以色列的冲突战争爆发了 就是我自己一直去看 我就觉得这件事情分分钟 是将这个激光配备的防空的这个进程 可以再加快的 因为你想想 以色列自己已经配备了 有一定程度的激光防空能力 然后我们也知道 这个铁窮系统就不是一个万能盾来的 那它有一些东西可以帮你比较有效党 而且花费都要比较贵 那会不会有一些的范围 有一些的盲点 是可以透过这个激光防空系统来帮我们补充的呢? 甚至乎就是针对那些比较 可能是低端一些的 短程一些的 低空一些的那些这样的火箭系统 会不会都有一些 比较便宜的方法来去折折呢? 那我想呢 从这里去看 都有一些公司啊 有一些消息提出 就是以色列其实可以将你们 现有的这套激光防空系统 再试一下拿来折折不同的东西 那甚至乎呢 有一些假消息流了出来 就是我一开始我看到 不是这么厉害 像一个打机的画面那样 就是你看到夜晚里面 有一些的导弹射过来 有几个热光就可以将它射到爆了 这样的样子 几乎就好像打机那样 怎料原来后来发现真的是打机的画面 这个是 但是又这么说 你会看到由那个测试到配备 在核戰那里测试出来的结果是怎样 会不会有个答案呢? 还有现在真的有一场战争在的时候 会不会正正就是 这个成为最好的契机 来去测试这个武器 往往就是 原本没有这场战争 你都不知道什么时候成熟 但是因为有这场战争 你就可以做测试 于是乎技术就成熟 会不会这件事是这么发生呢? 我自己个人判断来说 我会觉得也挺可能的 可能就是因为有这次这样的 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的战争 往往就令到这个以色列 将这个配备防空 激光防空系统 这个I-BIM的这个系统 就正式提上日程 然后整个过程加速 我觉得一点都不奇怪 所以我想第一个 就是两个问题 第一个就是 这次我们说哈马斯 他们用了5000多飞的火箭弹 去攻击以色列的地方 当中我们估计 可能是有200多到500飞 大概 整个铁窮的拦战率 都是说85至90 或者95 但是你始终禁海量的火箭弹的攻击 你总有不少的漏网之力 虽然是在说5至10% 但是都可能在说是 几百飞的这些火箭弹 就是对当地人民的 性命和财产的一个很大的威胁 那陈博士第一个问题就是 有没有机会是 这个I-BIM呢? 就是将I-DOME那些剩下的东西 就是执漏的一个很好的工具? 嗯 起碼就是说I-BIM 就是这个激光防空的武器 是可以对于它本身的铁窮系统 有个捕捉的作用的 就是说你除了射一些东西去截了导弹 就是有些好像爱国者那样的东西 直接有个实物飞去 以这个导弹截导弹 火箭截导弹 有这样的东西 那另外一个就是 如果有速径的光帮你去截 那一样是一个很好的 就是一个这样的想法 那另外想一下它们的有效作 就是那个防御范围 如果对于这样的铁窮系统 有这个由零至到三、四百公里的防御范围 是有的 这个我们也知道 但是激光那个呢 就麻烦一些的 激光呢 你知道激光光速越强 它就可以给到一个有效范围 就应该是越大 暂时来讲 以色列自己配备的那套I-BIM系统 它那些激光的功率 就是叫做 近红外线的范围 就是我们肉眼会看不到的 那些激光 就是如果射了出来的话 它的功率大约都是 100kW 这个数量级 那以这个数量级来讲 它最后给出来的 那个有效截击范围呢 就是只有7公里 或者10公里左右而已 还在说你天气好 那这些这样的数是怎么来的呢 其实这个限制是 因为你的那支激光呢 它通过空气的时候 它会是 就是和空气会有相互作用 它有多多少少会受到 就是空气里面会影响 就会发散 就是原本一个很集中的激光光速 激光已经很能够集中了 但是你始终经历了这么长距离的空气 它也会有一个发散 那么你发散的时候 就是能量就是会 溝炭了 是吧? 令到你去射到某一个 的导弹的表面的时候 就将它加热得不够有效 于是乎你摧毁不了 是吧? 那就是以色列那些专家 他也打过一个比喻 你真的要有效地去打到一支 就是敌人的发射物的话 你是在说等于要在10公里内 10公里 甚至以内的范围 整支弹 人家整支弹射过来多长 以米计那麽大的东西 你要射中它整支弹上面的 一个一毫子那麽小的范围 而在这支飞弹飞的余下 那几公里的航程里面 一样你要不要脱掉那一点 一路这样的指着它 令到它继续加热 令到它然后就摧毁了它 就是需要那个叫做引渡啊 瞄准啊 那个要求是非常非常之高的 所以呢 你如果太远 它的强度不够 你瞄得尽都没用 你要够近 又瞄得尽 越近的时候 你知道它那个 就是在你的视线范围 就是画过那个角度的变化 就很大了 所以你那个追击能力 也都要很准 那就是这里来说 就令到它的难度更高了 那简单来说 这套Ion Beam系统呢 它始终都是呢 比起那个Ion Beam系统呢 是有效防御的那个半径 是短和弱 和你都想象到 人家五千支导弹射过来 饱和攻击你 你应付不完 那就不行了 是吧 那你激光一次过就是射苗 一支就对一束 而且每一支 你都要瞄实它五秒 你才有希望去打爆它 如果同时间一次过 又是一堆射过来的时候呢 又是饱和一头 你也是射不及的 所以我会说呢 能够做到截到是好事 但是你都不要指望呢 加上这个Ion Beam呢 那它就可以完全成为 一个完美的系统 它只有一定的辅助幫助作用 而且还是一个 大家可以想象到的 就是未是成熟到可以成为一个完美的 可以完美的捕捉铁窮系统不足的这个角色 我想它那个 现在的情况呢 就是讲到Ion Beam呢 如果真的是成事呢 似乎它代入了以色列的那个房系统 那个角色始终都有的 包括我们讲短中长 高中低 例如有比较远的 有战绩 战一 战二 战三 就是这些是比较长的导弹 中层有个叫做大卫弹弓 David Sling 短的其实就是Ion Beam 所以这个Ion Beam呢 其实是不是都算是整个 我们讲短中长高中低呢 那个另外一个是 都听起来都一个都挺合理的配搭 可以说是 尤其是捕捉它在比较低空 和短程的那些不足 那如果你在讲 在那个加沙地带 直接让加沙地带边境的地方 以一个只是守着 敌方上空几公里的范围 实际上它的操作成本都是便宜的 可能Larry你也有些数字 如果你说 你真的要用铁窮里面 你要射其中一个的 就是拦截导弹 来去截惹的时候 成本都是在讲 四五万美金一飞 四五万 但是你以为如果激光一下呢 是多少? 三个半 真是 连一个麦当努餐的价钱都不用 是不是? 你正在讲 是的 所以激光可以是一样 玩得比较便宜的东西 所以你就多放一些 如果你做得好的时候 你多放一些 就可以变成多了一堆 朝朝朝可以和你去射 射低那些导弹 尤其是在那个 比较近的 就是那个边境短情的范围之内 所以呢 就是这里可以理解 为什么有一些的新闻 是开始吹风去鼓励以色列 去尝试用这件事 但是我想以色列的国防部 也不是傻的 就是有这些这样的事情 你猜他们会藉着这个机会 真的去自己去试一试呢? 就是我会觉得如果给他们 我一定会试 试完都不会告诉大家 然后甚至乎因应那个参数 要自己再去改良改变 希望再打一些更加厉害的东西 最后甚至乎你知道的 最终的目标就是 哦 洲際導彈 甚至乎是你说的那些高超音速武器 会不会都可以由我这套这样的系统 截击到 这个就是我们往后再试试去评估一下 嗯 所以说起这种武器 近期说踢爆 其实是没有装备的 那陈何时你觉得其实一距离 真是去正式的战场上装备 还有多远里路呢? 如果你在说 就是我自己最初的一段都说了 其实可能当下就应该要去试做了 就是对于以色列来说 因为有一个实践的环境 是不是? 另外就是说 也都有一个很好的合作伙伴 尤其是美国自己都很想在一个实际的战场上 去测试自己的系统 就是我们也看到在俄乌战争里面 烏克兰不停地要求美国给更加先进的武器 但是其实美国有自己那套激光拦战系统 但是它又不会放在烏克兰那里试的原因就是 你放在别人那里试 那别人就看完这些东西 那么discrote了更加多的料子给人 一会儿又被俄罗斯那里不注意 又放到更多的东西 那就不是那么好了 但是其实呢 如果你说美国和以色列合作的损失 就不是很大的了 因为以色列自己有一定的技术水平了 就是现在可能在说 美国和以色列自己那套激光拦战系统 就是美国那里的那支激光做得更加劲 那于是乎它的有效防御范围 就不是7至10公里 是可能说20多公里都可以 那然后大家用那套这样的 guidance的那套系统 其实都是来自美国自己本身那套技术来的 而这套东西自己 以色列都配备了一定程度的水平 那所以他们就有 就是那个技术就没有那么 两国之间没有那么参差的时候 以色列自己上市 甚至乎美国都藉着 就是以色列这个地方 自己都想在那里试一些东西 那就是 我就会说 在没有这一场这样的战争的时候 可能你会看到 哦 这个激光拦战系统 都还有很久玩 有很久試 还没那么快上战场 但是会不会现在就已经 因为这场战争 就将它要摆上战场呢 那我自己会觉得 就是非常可能会发生 尤其是相比之下 但是你看到很多其他国家 已经将它的激光防御系统 变成为它们常规武器的一部分 所以我会觉得 就是这个2023 我们不刻意突然之间进入了一个激光防御世纪 我觉得一点都不奇怪 嗯 所以呢 所以我们就都尽管看看 今次呢 以色列战争里面 那会不会呢 就有些明星武器或者新武器呢 登场完之后呢 又真是有那个作用呢 去做到一个成功的拦战 最重要的是那句啦 真的每飞三个半呢 是真是非常吸引的 就是我们讲到铁窮呢 它们呢 是四五万元的飞呢 都已经令大家这么趋之若霧了 那如果真是说三个半 可以转换到 不过纯粹就是对宝鹅攻击呢 可能现在呢 就在速度上就不够了 如果你说去纯粹对无人机 或者火箭弹等等呢 甚至乎呢 Ian Dome 和它一起去使用 那然后呢 它收拾的那些呢 Ian Dome 拦截不到 fail to 就是叫做成功率的问题 拦截不到的弹呢 那它那个反应等等 应该都很快了 所以就 那产品应该就颇有前途的 你这样听到吧 我还不止的 我会说未来还有减价空间 三个半可能去了更嫌贵的 如果你能够呢 其中一个关键技术就是呢 你能够将现在去做这个 Ian Beam 系统的那套激光 你不要用它现在那些叫做 chemical laser 就是一会我解释了什么chemical laser 你直接能够用我们日常生活 用的那些叫半導体激光 如果这个技术真是最后做得到的时候呢 不要说三个半 可能三毫半而已 真的 这么夸张的 因为呢 你都知道我们现在用那些laser pointer 街买的那些半導体激光来的 多数都是 入粒电芯下去 里面就是一粒半導体 跟着就射 然后就是很容易很便宜的东西 是不是 你讲那些拿来做激光会议的那些 它都是给半導体激光给你 那你就把它放多一点 但是你说是否可以把它放多一点 倒到一个地步 就足够拿来给到 100kW那么厉害呢 就不行的 你说现在我们做的半導体激光呢 你做到20kW 是20kW而已 已经很大件事了 里面 而且再加上大件事 就是 那个过热的问题会很厉害 就是 随时你那个半導体自己都捱不住 那你如果再将更加多的这些20kW的激光 捆在一起 就整个东西呢 基本上就是 就是那个过热的问题 和那个耐用度的问题 就会很差的 就是你不可以纯粹将 100kW的激光捆在一起 就变成一个2000kW的激光 这样去用 就是你中间就有很多散热的问题 所以一般现在武器級别的那些激光 我们不是用半導体激光的 但是我们想 我们很希望能够用半導体激光 可能一些比较低階的层次 我们纯粹拿来做导引 探测 量度距离 那些并非直接去用激光来毁灭东西的用途 那些军事激光 我们就用弱一些那些 那到真的你要指一支激光 拿来帮你烧穿一些打烂一些东西 你就暂时就不是用半導体了 你就用到其他原理 做激光的原理那些东西 那我们就说了 譬如好像今次这些 Iron beam系统 它在用的那些就叫做chemical laser 那如果大家网上都找到的资料 chemical laser 里面当然有chemical 是不是 那它里面就有那些和氧化氢 就是商氧水那些这样的分子 有氢氧化甲 就是那些哥士迪那些这样的成分 再加上一些氯气啊 氧气啊 甚至乎是氫氧化氧 这样混在一起 一个比较低压的环境 里面就会发生一些化学反应的 那它就会那些氯气呢 就会是和那些过氧化氢啊 和那些氢氧化甲啊 相互作用呢 就会有一些化学反应出来 那些化学反应出来的热呢 就能够去激发了里面的那些离子 就令到它呢 就会是放光的 那所以你那个化学反应越是多的时候呢 那它就可以存得越多 准备去放激光的这些这样的激发了的化学成分在里面 那而且你去将它冷却是相对比较容易的 你注入新的气体 拿走旧的气体 就是将它的恒温相对来说比较容易 因为它始终有一个流体的介质在里面 你如果半導体激光是一个固体的 你要去拿走它的热完全只能靠那个全度的作用 但是如果你有气体在煤界里面 你可以依靠那些对流的作用来帮你去带走热 那所以呢 你凡是用到一些气体 甚至乎在里面牵涉到一些有化学反应的气体 来做你的激光的基础呢 你就很容易将它做到多一些大一些 和那个散热都做得好一些 那所以你看到那些现在的激光呢 包括这个Ion Beam系统那些呢 都是要用到这些chemical laser的 那它那个能源的来源 就不需要完全只是来自你供电的电能 就是你不只是靠电来将里面的气体 是将它推上去高一些的能量那里 来等它再放光 你是本身的化学反应进行的时候 已经有一些的能量给它进去那些分子里面 将里面的分子的状态激发去 使它准备放激光 那所以我们看到就是这种chemical laser 无论在它那个化学原理上 就是那个提供热量去激发分子的那个原理 或者是实际上它有个流体 可以令它散热容易一些 都是一个比其它的设计更加理想的一种 来拿来去做一些军用级别的激光 所以你看到那些东西就是 除了有一支激光枪之外 下面就是那个拿来去产生激光的那些东西 也有回到一大块了 另外再有一块是 盗引那个guiding那套系统 又是有回到一大块了 所以你不要预计就是可以很轻巧地 隨便炸在手上 好像可以兼托式的那样 就有支激光枪就有出来 就一定是有两个货柜 就是一个半货柜那么大块的东西 就再加上一支枪 一个这样的结构就会跑出来的 好 所以今天我想相信大家都获益良多 就是由陈博士为大家解释的科学原理 以及他现在距离现实的部署 就是那个距离等等 所以就多谢陈博士先 我们就会在其它的环节 就是我们讲这个军工开物里面 再介绍更加多谢不同的军工 和那个科学结合的原理 上面的知识 好 那我们就下一节再和大家再见 好 拜拜 拜拜